凌晨两点半的道口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交通肇事案 在车内 我其实闻到了明显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能够确定 它是明显的假期 测试结果已经是零了 他们接力办案 14小时找到肇事司机 陆续批捕涉案人员 就想去吃他们的生活 如果不去吃上班的话 也没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详情请收看稍后播出的 按键聚焦特别节目安全出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按键聚焦特别节目安全出行 凌晨两点半 颜先生刚刚去浦东机场附近送完朋友 回家的路上来到了一个路口 他看见黄灯闪烁 就把车给停了下来 虽然说这个点路上没什么人 也没什么车 但是颜先生还是耐心的等起了红灯 然而就在红灯变绿 他要启动的那一瞬间 反光镜当中一道白光闪过 接着颜先生的这个车就飞出去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剧烈的撞击后 车主颜先生脑子一片空白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在沟里了 这里就是颜先生当天被撞进的河沟 好在当时是冬天河水干涸了 人只是受了点小伤 不过车损却十分严重 我是从剧架车单位过来的 剧架车单位的车子进入 车门机开始拍了下 因为他撞了以后 车子变形了 所以具体的转不断 不喝茶里面撞都飞出去了 颜先生爬上来后 第一反应就是看看是谁撞了他 这时他发现 肇事车辆就停在路当中 让我们看一下完整的监控画面 就在颜先生的车掉进河沟的同时 肇事车辆也停在马路当中 随后车主居然毫不迟疑地下车逃走了 从监控视频当中看得很清楚 他从事发以后 他立刻就是开了驾驶室的门以后 从车上下来 然后头也不回 直接就往南跑掉了 就是一点都没有油 对一点都没有油油 那时候我肯定会欺负你的了 莫名其妙 因为撞人员人就跑掉了 在这边有那天我路过五 我路过五我就放了 你连个报警电话都不打 撞人后逃走 无疑属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 而构成逃逸的条件还不止于此 交警大队提醒驾驶员们 注意另外两种逃逸的情况 讨逸他气氛很几种情 哪怕就是他人在车在 跟伤者也留过沟通 好了你先去看病 我到时候会来找你的 但最后还走掉了 这也是讨逸 他是客观上的行为是 人不在车不在 主观上如果说是 不去配合救治 或者说是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也是一种讨逸 其实当晚的监控视频 还记录下了暖心的一幕 一名骑着住动车迎面开来的小伙子 被两车相撞吓得是摔倒在了地上 但是小伙子起身之后 他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先去河沟里面看看 这严先生有没有事 随后帮严先生打了报警电话 和肇事车主弃车而逃 这真的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后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而在这个现场 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事故发生在川六公路 和川南凤公路的路口 浦东交警大队七大队的 中纪阳警官带记者来到了案发现场 案发当天 民警在这个路口 还发现了一辆被撞的驻动车 寻着撞击碎片 他们看到了一个人 那么死者董传冲的话 当即就到在这个位置 那么他的电瓶车的话 继续往前冲以后 停在了前面那家的电户门口 对 有三十米的距离 调跃路面监控 民警才发现 在严先生被撞前两秒钟 肇事司机先是撞翻了这辆驻动车 驻动车驾驶员董先生 当晚从物流公司加班回家 他和肇事车辆 本是这样行驶在串流公路上的 电话那一边 是死者董先生的妻子王大姐 电话接通的时候 事情过去三个多月了 他的情绪仍然很激动 办案民警还记得 他得到消息 赶到上海时的样子 他人其实当场就崩溃了 知道了他丈夫 出了这个事情以后 精神完全是崩溃的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通过我们后期的了解 知道他和他丈夫的感情非常好 那么他丈夫呢 为了就是赚钱 所以一个人跑到上海这里来打工 在这件事中 最让王大姐气愤的 就是肇事四季的逃逸 如果他及时下车查看 或许自己的丈夫就不会死 一起交通肇事案发生了 因为车主的逃逸让大家游杯转份 而民警的工作就从那天的凌晨三点钟开始了 他们就是也一起盯着我们 就是说民警你们把人照照了不要 那么尤其是死者那一块 我们总归要给他的家属一个交代 除了休息的民警 其他的全民主动 但总有十个左右民警 那么那个毫不犹豫 汽车逃跑的肇事司机 他去了哪里呢 他是往南 跑了大概200米左右 有一个加油站 他就跑到加油站这里 然后给他朋友打了电话 电话当中跟他朋友讲 我出了试场 你来接一下我 然后就他的朋友 就是后面就赶到了 他跑掉的地方 把他接走了 因为看不清 接走肇事自己的车辆车牌号 监控线索断了 另一边民警则找到了 肇事车辆的车主 车牌我们联系到这个车主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车主是当事人的岳父 那么通过向他询问 但他也不知道他的女婿现在人在哪里 但他告诉我们就是他住的地方 那么我们民警马上就是赶到他住的地方了 早上六点民警来到了肇事司机家中 他不在家 家人也不知道他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条线索也断了 通过手机联系他的民警也没有收获 拨打了这个号码 显示这个号码已经是关机了 有多次拨打 但是一直是显示的是关机 事发以后 给一个手机号码 连续打过三次 接走叶某的车辆看不清楚 第一个监控线索断了 找到叶某家中人不在 这第二个线索又断了 持续打他手机始终是处于关机的状态 第三个线索也断了 可是警方却根据另外一条线索 在案发14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当天下午的4点钟 抓到了叶某 这个线索还引出了另外两名嫌疑人 我们继续往下看 肇事司机叶某 在案发14个小时后归案 在提审室见到他时 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他毫不犹豫逃走的那一刻 接着 叶某给出了另一个离开现场的理由 逃掉的话 想看看有没有办法 因为我知道东方驾驶的全部都倒销了 因为我这个人说实在话 没有办法的人 自己不能是知道 就是开车 找工作也是开车 几乎没收过单位 所以你非常怕被吊销驾照 对 就怕吊销驾照 我还是知道 肯定要吊销驾照 因为现在考试也考不出 因为我考过几次都考不出 都找我的牛包我搞出来 然而警方对案情的判断并不是这样 交通肇事逃跑 十有八九 是酒后驾车引发的 那么我们民警到现场以后 在车内 其实闻到了明显的酒味 所以基本上能够确定 它是迎酒后驾驶的 那么我们是在四点左右 把业后驾车抓获的 那么立刻对他进行了 就测试 测试结果已经是零了 案子随后到了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承办案件的检察官 陆一廷告诉记者 对叶某这起交通肇事案件 对量性影响最大的因素 不是饮酒 而是逃逸 如果他当时案发了 这个报警的话 那其实还是属于 交通肇事基本犯 那同时呢 它是有一个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的情形 它是一个从众处罚的情节 但是总体上来说 量性幅度的话 还是在三年以下 但是一旦你驾驶机动车 逃逸了以后 那就是一个法定的 法定型升格的条件 就是要跳行 跳到三到七年 这个量行区间了 正是因为这一逃 把量行幅度升了一级 而饮酒则可能在加重刑罚 云鲁鲁鲁他逃逸的行为呢 是把它跳行到了三到七年 这么一个量行区间 然后当我们确定好了一个具体的行期了 比如说像三年六个月 那么在我们确定好了以后 我们再因为他的饮酒行为 再把它再往上升一点 比如说到最后可能会给他三年八个月这样 再予以从众 本以为掩盖酒驾能降低处罚 没想到因为逃逸最佳一等 死者董先生也因此失去了 原本可能有的一线生机 叶某在看守所追悔莫及 的确啊 这么做的结果是得不偿失 我们也想从经济的角度 再帮叶某算一笔账啊 如果他没有喝酒也没有逃 保险呢会为这起交通肇事的经济损失 托个底 而我们知道 无论是喝了酒还是逃逸 这商业保险啊 就都免责了 交强险是不是能够赔 那也得看具体的合同 即便是顶格赔 也就只有20万元 对于发生人命的案件来说 那是杯水车薪 而且叶某这个案子呢 还生出了其他的痣结 让他后悔的事啊 还不止这些呢 凌晨两点半的路口 受害人严先生 是在送完朋友回家的路上 死者董先生 是在加班后回家的路上 肇事司机叶某呢 他是在吃早饭的路上 就想去吃那边的小龙 因为我有习惯 因为每天要吃夜宵 不管什么东西 我都要垫垫肚子 如果不去吃早饭的话 也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叶某和朋友 在自己经营的小饭店 喝酒到凌晨两点多 几个朋友就去吃早饭了 而叶某起初说不去了 因为那边早饭 他们从早开的嘛 两点多就开了 我男朋友他们要去 然后我就开车 因为我没喝酒嘛 然后他们要去 我去了 问叶红皮他说他不去 他要收摊回去嘛 收拾完店铺 叶某又改了主意 决定去吃早饭了 结果车子开出来 没几分钟就连撞两辆车 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因为这件事 她的姐姐梅某 也进了看守所 叶某的姐姐梅某 因涉嫌窝藏罪 而被检察机关批捕 根据刑法第310条的规定 那窝藏罪 就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 对他提供财物 或者提供藏所 帮助其逃逆的 这么一个行为 那就是触犯了窝藏罪了 那一般来说 对于他的量刑 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 是要达到三年以上的 在这个案子中 涉嫌窝藏的除了梅某 还有叶某的朋友张某 检察机关根据张某的情节 对他采取了取保候审 那么两人是如何 窝藏叶某的呢 还要从叶某逃到 加油站的一刻说起 他同时也是联系了 自己的朋友张某和梅某 向他们寻求帮助 那张某梅某在明知 他已经是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肇事逃逸的情况下 依旧先是由张某开车 将其从加油站 接至张某与叶某 共同经营的一个餐饮店内 进行躲避 那之后呢 再由梅某进行驾车 把叶某带至了北蔡地区 一个棋牌室内进行躲避 综合张某的犯队情节来说呢 我们对他采取的一个强制措施呢 是取保候审 那么对于两个带走叶某的人来说 他们究竟知不知道 叶某已经涉嫌交通招式 而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呢 监控记录下 事发后一辆白车来到现场 两人下车查看后又走了 经证实这两人正是张某和另一个朋友 到现场的时候没有 我还不知道有一个人没有了 我只是到一辆车里面 一个人出来了 我看他 我还问他有没有事 没事的话 我说帮你打个120 他也没说 那么是不是像张某说的 他们并不知道出了人命呢 在美某手机上 办人员找到了一段语音 这不这种事情 我从特个敌 特个敌 像个张某企业 我拿兄弟 有路数 有个敌 可能要去回事 为啥 他是那个 救后或者是罪嫁 撞死人的情况下 属于交通招式罪 在美某向朋友询问的语音中 证实了 他们明知叶某喝了酒 也明知他撞死了人 而涉案的张某也表示 当时大家曾建议叶某投案自首 可能有一个朋友跟他说 你要自首 然后他姐姐说 你不用管 你又不懂得他 我们走了 他姐姐跟他说什么 然后他就这样 叶某的姐姐 不仅没有让弟弟投案 还把他带到了 朋友开的棋牌室躲起来 以躲避警方侦查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警方已经锁定了他 他一开始不成 甚至他说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在哪里 但是后面 通过我们民警 对他的思想教育 包括跟他列明了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以后 他才慢慢把这个事情 说了出来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教育 美某终于在下午四点 带着民警来到了棋盘室 找到叶某 在姐弟俩看来 虽然罪责难逃 但酒驾的罪名 应该是逃过的 他的酒精浓度 虽然没有测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 也有掌握到别的证据 也都是能够指控他 在案发前 是有过饮酒行为的 并且喝的具体数额 大概在四到五瓶啤酒左右 那其实已经是一个 比较高的酒精浓度了 那因此我们认定 他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还是没有问题的 本想替弟弟掩饰罪行 结果适得其反 我们了解到 平时生活里 毛手毛脚的叶某 也是最听姐姐的话 因为他们 其他人喊不动他的面 然后我过去的话 他会停留一点的 我让他回家 回家去睡觉 不要在外面闹了 他会停我 然后回家 所以这个让你有点事 都会打我电话 如果姐姐当时 给他的建议是 马上自首 相信叶某也会停进去 而恰恰姐姐没有这样做 请我们了解 这对姐弟并不是血亲 我二十三的时候 我母亲就没有了 就去世了 然后我 我感觉我们希望有个家庭 就是家里人给我做做饭 什么的 他父母都是老伙的 就是会上在家去吃饭 就是 就很有家庭的那种风味 他就到我们家里拿吃吃饭 对我爸妈也很忠忠 有什么事情带我爸妈去 溜达一圈去外面看一看 就是这样 就那时间内下来 就感情三小洞 就因为感情了 人嘛都是要相处下来 才能建立感情的 然后我感觉他对我也是 我怎么说应该是中情中意吧 那我做回我 我做回一大大 我也会使这个客去震撼 然后我自己干嘛 他们就是什么东西买了 有的时候 他买衣服 也不要不要什么东西 他真的有点把你当成亲弟弟 对 这是我说的 本是两家跨越血缘的感情 却给双方都帮了盗忙 无论行期长短 他们在回归社会时 还能捡起那份情吗 检察官提醒大家 亲情友情 都不能触碰法律底线 第一个方面呢 如果是自己是酒驾 并且是出事了以后呢 就不要再去寻求别人帮助 正确的做法呢 是立刻的报警 向公安机关呢 去陈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不要去连累他人 那对于 如果说是受到别人的 这么一种鼓动 要指使 要自己呢 去为自己的一个犯罪分子朋友 去顶包 或者说是帮助他逃逸的 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也要 不要有碍于朋友情练 就不去拒绝他 而是要学会拒绝 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和红线 案件在发生之后 赵氏司机叶某的家人 第一时间卖掉了房子 向两名受害人进行了赔偿 严先生车损很严重 获赔六万多元 死者董师傅的家人 拿到了一百九十万元的赔偿金 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伙 还是那句老话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这起案件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安全出行 从自己做起 好了各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案件聚焦特别节目 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了解热点案件 寻求免费的法律服务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